接下來就要問我們剛才說我們要比較的 來第一個問題 上次在臉書上也有人提到這件事情 靜止算不算等速度 靜止就是現在速度0 等一下速度0 然後速度還是0 那請問你 這樣子它算不算等速運動 你說算 為什麼算 你說不算 為什麼不算 你認為他算 或者是不算 為什麼算 為什麼不算 找個位可愛大帥哥嗎 可愛大帥哥叫25 25沒有這個人 你們班有36嗎 沒有 你們班有2分嗎 有 起立 答案叫算 為什麼算 答案不算 為什麼不算 你說不算 為什麼不算 因為你感覺他不算 呃 位移嘛 沒變嘛 所以是不算啊 你叫位移沒變 所以不算 等速度在那位移不變啊 等速度要相同時間走過相同的位移 但位移在那不變啊 值得考驗 來給你最後5秒鐘 5 不算 4 為什麼不算 不算 因為他沒有在運動 我要給你半顆糖嗎 還是不要給他糖 因為你的keyword沒講出來啊 因為你的keyword沒講出來啊 零沒有方向性 你可以說我向東銘 你可以說我向西銘 你可以說我向南是銘 零沒有方向性 所以他沒有方向相同 所以他這個特例 他不叫做等速度運動 因為他沒有方向性 沒有辦法說他的方向是一樣的 現在是向東銘 下一個人都向西銘 然後變成向南銘 所以沒有辦法說他方向一樣 所以他不叫做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必須要大小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零沒有方向性 所以他不叫做等速度運動 不叫做等速度運動 好 停車戰界問 剛剛有講過了 這個圖形剛剛出現過的 來 甲跟椅哪裡不一樣 甲跟椅哪裡不一樣 這有人問過 甲跟椅哪裡不一樣 帥哥美女 我們要找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9號 9號 一公上 你說什麼 甲椅有什麼不一樣 初始的距離不一樣 那不叫初始距離 不過我就算了 那叫做 初八點不一樣 初八點不一樣 那個甲是從遠點出發 乙是從某一個位置 離遠點某一個位置出發的 離遠點某一個位置出發的 所以呢 他出發位置不一樣 好 停車戰界問 甲比有什麼不一樣 甲跟比某個不同 大帥哥 老手 甲跟餅有什麼不一樣 帥哥 哪個叫做 對方有三五嗎 有啊 不在 三五不在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考慮睡覺那個 賣面的 當阿西那個 二十二 極樂世界 甲跟餅有什麼不一樣 極樂世界 看你的講義有什麼不一樣 看我幹嘛 看這邊幹嘛 我這個看圖就會還問人喔 出發時間不同 請坐 出發時間不同 出發時間不同 假從計時開始的時候出發 秉事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出發 所以他們的出發時間是不一樣的 最後一個要問的是 甲跟丁有什麼不一樣 甲跟丁不一樣有好幾個 甲跟丁不一樣有好幾個 甲跟丁不一樣其實不是一個 但是我有我的主要的重點 我有我要問的主要重點 他其實不一樣地方有幾個 這兩個其實是 翻過來就是一樣斜的 這兩個翻過來就是一樣斜 懂我意思嗎 因為一樣斜就表示某某是一樣的 你會提到他這件事情 但是他有一些不一樣 請問他哪裡不一樣 甲跟丁現在換可愛大美女的是嗎 可愛大美女12號 哪裡不一樣 蛤 運動方向不一樣 請坐下 因為是一樣斜就翻過來一樣斜 所以表示 當會後來會提到 這兩個他的大小是一樣的 重點是一個是朝正方向運動 一個是朝負方向運動 一個朝正方向運動 一個朝負方向運動 重點他的運動方向是不一樣的 運動方向是不一樣的 OK 就是看圖形 可以做好的一些判斷 有人問過 不用計算 看圖就知道 看圖就知道了 看圖就知道了 有人有運動嗎 不 看完了所謂的所運動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比大小 ST圖的直線代表的就是速度 我們會再說一次 我們剛才講過了 ST圖如果是一條斜直線 就代表等速度運動 一條斜直線就是一個等速度 所以有兩條斜直線 請問你速度誰比較快 有認真的做法 有數字可以算 沒數字可以切 我以前叫做直切一刀 或者是橫切一刀 以後你會再講到一遍 但這個呢 直切一刀 同樣的時間 一個走得比較遠 一個走得比較短 這個就代表 這個比較快 還有一個 直接跳的就是 這個比較斜 這個比較短 這個比較短 如果自由生你可能 突破什麼邪律那件事情 不是 邪律那就是 高中生的講法 我們活動之後沒有邪律 就是看誰比較邪 就表示誰的速度比較快 這樣子 就不需要靠計算 你一眼就望出來了 來 假跟你誰的速度快 沒有數字 表示你也不可能用算來對不對 可是你一看 就知道誰比較快 因為我們教過了 怎樣知道他比較快 誰比較快 我們要找一位 我們要找一位 現在找帥哥還是找美女 找帥哥嗎 找帥哥叫做沒有帥哥 抽不到帥哥 有 30 30 誰快啊 為什麼 想要比較短 沒錯 比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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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快 不用算看 就知道誰快 誰慢 比較斜 OK 這就是要告訴我們 圖形比大小 知道誰快 誰慢 可以了嗎 可以